孩子喜欢父母的夸奖,找出孩子这样的心理,对孩子进行暗示,施加影响,让孩子不断进步,是家长们的普遍共识。 但实际上,现在很多父母夸奖孩子,无论孩子有怎样的进步,都喜欢说你真棒。 刚开始时,孩子很爱听,对孩子作用很大,但是时间长了,孩子听多了,腻了,那这句话就再也起不到丝毫触动作用了,说与不说一个样,就失去了任何意义。 教育感悟,肯定孩子的努力,孩子知道过程的重要性,教育感悟,即使不成功,也关注坚持不限,不放弃的品质。 教育感悟,即使不完美,关注做事态度,暗示态度很重要。 教育感悟,花甲越具体越好,父母要有一双火眼金睛。 教育感悟,担心社会创新能力很重要,父母离关注。 教育感悟,合作能力很重要,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一点。 感悟,让孩子明确责任心重要,比做好梦见事还有用。 教育感悟,暗示孩子不为困难很重要,他以后会关注于此。 教育感悟,助人为乐,合作的重要性,要让孩子明白。 感悟,不仅是整理房间,暗示孩子责任心,做事又条理。 教育感悟,既然父母这么相信我,那我一定不让他们失望。 教育感悟,这样夸奖,暗示孩子积极参与活动。 教育感悟,暗示孩子听取的人意见,反省自己,这很重要。 教育感悟,选择很关键,父母不要忘记应该作为夸奖内容。 教育感悟,信心很重要,父母关注了,孩子才会关注。 朋友们,我们每天都在夸奖孩子。 关于花奖孩子,你有什么建议和意见,关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